你看好未來的NVIDIA嗎? 你是否有投資Bitcoin、比特幣呢? 看他那些股市高手賺了這麼多 真的容易嗎? 小范啊,你講的大盤動得慢死了 別的投資老師都已經透過AI標股 賺得盆滿波滿 你推薦的指數型ETF到底行不行啊? 嗨,你好,我是小范 這部影片我想和你聊聊 投資NVIDIA和Bitcoin、比特幣的比較 為什麼會聊這個? 因為我現在在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NVIDIA剛在台灣結束演講 股市的激情才剛上演 那相關合作的公司的股價又大漲 很多平常沒有在看股市的人 又重新關注相關的新聞 而Bitcoin、比特幣也在7萬美金附近 無論你是一個剛開始想要投資的朋友 或是在股市投資裡的老司機 如果有點西洋的話 這部影片我想用一個長期投資的視角 來看這兩個投資標的來時路 由於我用的Portfolio Visualizer 它資料最遠是抓到2015年 所以我就想從這個時間點 一直到拍這部影片為止來觀察看看 到底我們會看到這兩種標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我們又從中學到了什麼 在進入細節前先說明一下 這是一個討論投資理財、資產配置和被動收入的頻道 如果你對這類話題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就會錯過這部影片哦 好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看看第一個投資成果的比較 我這裡先設定從2015年的1月開始投入1萬美金 然後比較投入比特幣、Bitcoin、蘋果、NVIDIA 還有Vanguard的S&P500指數基金 也就是相當於VOO這檔 ETF 我會加Apple跟VOO 是因為反正我還有兩個能多加比較嘛 那與其控則不然就把它加進去了 那結果呢你就會看到 Bitcoin跟NVIDIA果然相當的驚人 資產累積都超過了210萬以上 蘋果是到了780000 S&P500則是到了3萬 前面兩位領銜的年化報酬都達到了77% 蘋果是24% 相較之下最低的S&P500指數則只有12.4% 到這裡你看到的就是最多人會說 小飯啊你講的大盤指數基金真的好慢哦 彷彿12.4的年化報酬還是不夠看的 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也想要來個77%的年化報酬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二個風險的比較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標準差好了 也就是9年來的波動程度 比特幣是77% NVIDIA是48% S&P500指數是15% 再來我們來看看最好的一年的表現 比特幣它是誇張的曾經達到1200多% 也就是一年12倍 NVIDIA則是曾經有過240% 也就是2.4倍 蘋果曾經有到89% 而S&P500指數最好的一年 曾經有到31%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最差一年的表現 比特幣曾經有達到-71% NVIDIA則是有-50% 蘋果是-26% 而S&P500指數則是-18%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風險 有時候我會看到有些朋友 他在頻道留言說 他覺得波動不是風險 他也不在乎 真的再仔細想一下 確定這真的不是風險嗎 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在爬山的時候 是不是會爬到高峰 然後往下看這個山谷有多低 看起來風景很漂亮是嗎 可是投資的時候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當你現在進場買了股票 結果股票價格開始往下掉的時候 你心裡一定會想說 拜託不要再掉了好不好 如果一路抱著它 那這個資產會掉的有多低呢 那這張圖就是告訴你 當你從高點往下看的那個最大的跌幅 比特幣它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常常是掉到70%以上 而NVIDIA它掉到50%左右的次數也是很多次 蘋果比較OK 掉個三成也蠻多次的 而S&P500指數頂多都是10幾% 最多就是20% 從這些數字 我相信你一定有意識到 真的要從頭到尾享受這些獲利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如果你是持有比特幣 你就要經常承受損失70%的折磨 而NVIDIA也要讓你經常承受 50%的損失感受 這些你能辦得到嗎 你敢把全部的資金all in嗎 在這九年過程中 你是想要安心投資 還是要每天睡不著 寢食難安呢 我們這裡就會發現 比特幣比個股波動更大 而這邊的個股 強如NVIDIA 或者是表現一直在前列的蘋果 恐怕一般人投資起來也都受不了 甚至S&P500指數的基金也是喔 如果你對這個50% 70%無感 那我這裡舉例 如果你好不容易終於有了1000萬可以投資好了 你想想看你可以忍受賬面價值少200萬嗎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已經嚇死了 因為少了20% 也就是剩下800萬的時候 你要能回本到1000萬 你是要成長25% 不是前面講的20% 如果你這時候手上是S&P500 那你真的還對S&P500 未來可以成長25%有信心嗎 那我們再回到NVIDIA 如果你今天是有1000萬來投資NVIDIA 那過去呢 它常常掉50% 你真的可以忍受賬面價值少了500萬嗎 然後去賭未來 它至少可以成長一倍 這樣子才能回本到1000萬 再想一下 你真的抱得住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高風險 高報酬的真實感受 而且以上才是關於風險 最最最基本的論述而已喔 其他的我放在下一點 第三點 資產配置的重要性 從剛剛講的波動跟下跌風險 你就會知道 我們就根本不可能把全部的錢 All in 在比特幣跟NVIDIA 你一定是只放一點錢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例子 雖然我一開始比較的 都是投1萬塊 然後比較出來的收入可以差這麼多 可是可能對你來講 你可能只敢放你的資產的5% 來投資一支個股 因為再超過 你可能就受不了它的風險了 但是S&P500指數基金就不一樣 你會敢放你全部資金的60% 甚至更高 那麼這個時候實際的報酬收益 就要乘上10倍以上來相比 而且風險還更低 就不用像我剛剛前面講的那一種 下跌70% 50% 帶給你的那種心情波動 真的是超大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建議用 每股ETF做指數化的投資 因為你只有透過這個方式 你才能夠控制你的風險資產 你才能敢全部把錢投進去 而不是在那邊玩個股 我今天買一點點 後天買一點點 然後一下子看市場不對 掉了很多 嚇到了趕快離手 我知道很多投資老師他最喜歡的告訴你 我們就是賺這個波段嘛 我們不要太擔心嘛 少來了 我以前也是這樣告訴我自己 但是都沒有效 每當我虧了20% 我心裡就會告訴我說 你什麼時候趕快再賺個25%回本 這個不是一般股民的思考 連主動型基金經理人 他們被追著要有投資績效 也是一樣的心理壓力 因為績效他一旦很差 就沒有人要投資他的基金啦 那他怎麼賺他的手續費和管理佣金呢 而且用本頻道的做法 你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配置 就是你的時間跟你的能量 剛剛我講的例子 是從2015年一直到現在 已經9年 想想看如果這個9年 我們一直在看這些個股 每天都緊張得要死睡不著覺 還要跟朋友一直追 看得老師一直換 財經新聞還要一直盯著他 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去接收資訊 而另外一個方法是 一年只花兩個小時來理財 其他的時間 就趕快專注於自己的事業 想辦法讓自己的能力增加 去創業或者是去做副業 能夠讓自己的收入變得更高 最後不是更有可能 把投入的錢變得更多呢 能力還順便增強 資產更能穩定增長 這個就是人最珍貴的時間配置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風險 是過了9年以後 你會看到同梯的同事 同學事業成長 自己的能力進步有限 懷疑自己過去到底在忙什麼 一直看股票投資有意義嗎 這種比較帶來的損失感只有更重 因為青春一去不回頭 如果你認同 用這樣的角度來看投資 想要一次性了解如何操作 可以參考影片說明欄的免費課程 讓你脫離想要追逐標股 又害怕被套牢的投資人生 總結以上 這部影片我從最近火紅的 比特幣跟NVIDIA比較談的 第一個投資成果比較 我們可以看到比特幣跟NVIDIA 它可以創造非常驚人的投資報酬 年化報酬有到77% 相較蘋果跟S&P500指數基金 是相當小的 那接下來我做了第二個風險的比較 我們看到的所謂高風險高報酬 在這部影片的例子裡面非常的明顯 動輒是70%或50%的下跌 得到高報酬前一定會遇到的 這個不是一般人所能能受的 也不是一般人敢全部ALL IN下去的 因此才帶到了下一點第三個 資產配置的重要 這裡特別強調只有控制風險 你才敢全部ALL IN你的資產 而這邊的資產配置 不只是金錢上 時間跟精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配置 把時間精力配置在指數化投資 這種一年只花兩個小時來做的方式 接下來可以幫人生累積更多的能力 財富和體驗 如果認同以這樣的角度來看投資 想要一次性了解如何操作 可以參考影片說明欄的免費課程 最近我很高興有一些朋友 開始使用本頻道的投資方式 但是也因為有一些是投資小白 沒有走過各股投資的彎路 很容易被陷在市場上的一些雜音 還有很吸引人的投資老師而左右 覺得小范你講的這個真的太慢了 我希望透過這部影片 能讓觀眾了解 投資的風險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我不希望指數化投資 只是被在投資市場上 被痛過的人才採用 我更希望給一開始接觸投資 發現不能只在存錢 而要透過投資讓自己的資產 勝過通風的人 或者是想要財富自由 或者是想要累積足夠退休金的朋友 你只要有緣 看到這個頻道 不要輕易放掉 這個絕對會讓你早點走上對的道路 投資上除了實際的分析 我們還要考慮自己的情緒 平常得到的資訊來源 和人際關係的交互影響 這裡講的分析 情緒 資訊 關係 四個方面都要有妥善的處理 才能真正在投資路上走得久 最後我想問你 目前個股佔你股市投資的比重有多少呢 是A超過50%以上 還是B20-50%之間 C20%以下 還是B完全沒有呢 歡迎留言分享 如果你認同這部影片的理念 請記得按讚留言或分享 這樣子YouTube才會了解 要推送相關的訊息給你 同時也可以讓這部影片 推送給更多的同好 進而得到更廣泛的討論 那如果你對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和被動收入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 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所有影片囉 我是小販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